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接下来的地方叫有美味 今天吃什么 阿咪要来介绍长沙巷子里的隐藏版小吃 西方的臭是Blue Cheese 东方的臭是臭豆腐 臭一次要吗你爱上它 要吗你唾弃它 而这长沙臭豆腐呢 人生逆风还臭三首领 但是习惯了还真是上了新吃了魂 如果再交上长沙人 离不了的红辣籽油 香臭辣三味符合 简直就是要了我的命啊 锅子街火锅店是长沙小吃的殿堂 在火工店门前摆摊卖臭豆腐的姜二点 可是长沙臭豆腐的祖师爷 传到现在何先生是第三代了 这瘦豆腐要用新鲜颗粒壮大的黄豆 磨成豆浆烹煮 制成老嫩鸡鱼的豆腐屁 在卤水中浸泡 时间长度随四季要变化的 而这黑漆漆的卤水 是臭豆腐的炒坑 师傅存下的卤水已经储存了三千多天 往四千天迈进了 臭豆腐 我在老大看一下 闻一下 卤水有真假 树叶有专攻 吃是我们的专攻 一不好吃 连这个臭豆腐还臭了 那么重点来咯 观众都很好奇 怎么能搞得这么黑啊 首先放鲜冬笋 香菇 啤酒 流洋豆豉等材料 熬煮之后浸泡发酵 直到所有的材料化为水状 时间从小孩从大人到大阿哥阿嬷 几年到几十年没做好处理的卤水的臭啊 绝对可以让人一门就逃婚了 但人们说神魔一现间 要当神要当魔 重点就在发酵 放入炸锅闻来臭吃来香更加入味 在热油刺激之下 豆腐披中的水分被逼出来 卤水的鲜咸被紧紧锁住 五分钟出锅 一丝一夹 臭与香的微妙搭配 越吃越香 虽然说臭豆腐的臭很迷人 但你要是不洗澡 就好多迷人喔 而臭豆腐的花样吃法 还有这一招 许老板61岁了 人真霸脑可取 不认识的人还以为受保护会来的 高手在民间 许老板还真是个臭豆腐专家 请我们教你这里跟着臭豆腐 直接比我们这里臭豆腐的松子也大小 对 请我们臭豆腐的固定 不就是我们家的特色 父辈们保留了一百多年的老卤水 经由他的改良和臭豆腐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对对对对 就跟你们热恋期一样好神奇的 炸好的臭豆腐不放调料都美味 一咬开就能吃到混合着焦脆和豆香的美味 报导可许形容说 这是龙口小龙啊 许老板虽怕 但萧琴琴母亲可是为了讨幻新花样百出 几年来研发出各种花样臭豆腐吃法 有臭豆腐蒸蛋 鸡蛋打散 加入臭豆腐坯 蒸肉丸的每一口都是香嫩酸滑 完美搭配 还有臭豆腐蒸猪脚两只 在碗底放一层臭豆腐坯 再将腌制过的猪脚和炸好的臭豆腐放上层 淋上蒸鱼石油 再用大火转个十五分钟 美味即刻上桌 其他还有 糖醋排骨臭豆腐 炸过的臭豆腐裹上浓浓的糖浆 啪啪啪的滚着多迷人啊 表情酥脆 内里软嫩 外杠内容 男子和豆腐鞋 那滋味怎只一个韵味了人啊 你吓到妈妈了啦 用爱做出来的臭豆腐有赞赞咯 今天是什么 下次再约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